上主,我一心仰望你 我的天主,我依靠你,便不会蒙羞 不要让我的仇人向我夸耀 凡期望你的人,绝不致失望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丝严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能迈向正义 以迎接基督的来临 使我们得盟招选在你左右 以获享天国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阿摩茨的儿子伊萨伊亚看到有关犹大和耶路撒人的意象 就是到末日 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林 必屹立在群山之上 超乎一切山峰 万民都要向他涌来 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 来吧 让我们一同攀登上主的圣山 前往雅各伯的天主的圣殿 祂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 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 因为法律出自西雍 上主的话也来自耶路撒人 祂要统治万邦 治理重民 他们要把刀剑筑成锄头 把枪毛制成镰刀 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 人民也不再整军备掌 雅各伯的家族 来吧 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 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线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金城 有雄伟的建筑 整齐的圣殿 各支派 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 按照以色列的惯例 称颂上主的名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请为耶路撒冷 祈求太平 愿那喜爱你的人 获享安宁 愿你的成员内 勇享和平 愿你的堡垒中 残保安全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为了我的弟兄和同伴 我要祝祝说 愿平安藏在你中间 为了上主 我们的天主的殿与 我要祝福你 万事如意 我真高兴 因为有人对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攻读圣保禄中途 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 现在已经是你们 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了 因为我们的救恩 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 更为接近 黑夜已生 白日将近 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 配上光明的武器 举止要端庄 好像在白天一样 不可狂言豪影 不可淫乱放荡 不可争斗嫉妒 但要装备上主 耶稣基督的武器 不要只挂虑肉身的事 以满足私欲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上主 求你大发慈悲 赐给我们救恩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堵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向门徒们说 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 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 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 人们照常吃喝婚嫁 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 仍然没有觉察 洪水来了 就把他们都冲了去 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 那时候 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 一个被接去 另一个留在那里 两个女人同在墨房推磨 一个被接去 另一个留下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 他一定提高警觉 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因此 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 人子就来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假年将领期的第一个主日 那么呢 将领期总共有四个主日 四个主日的中心是 警醒 悔改 喜乐 和天主与我们同在 就是厄马努尔 教会用四个主日 来象征 以色列子民 期待墨西亚的到来 等了四千年 那么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将会第二次 光荣地再来 他有两次的来临 第一次是诞生在 犹大的白冷 第二次将是这个世界 终结的时候 他将光荣地成云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所以在弥撒内神父说 信德的奥基 我们教友回答说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 所以我们期待耶稣基督 第二次光荣地来临 就是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 也就是将有定性的 公审判的时候 将领期有四个主日 那么分为两个时期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的十六日 是让我们期待 耶稣基督第二次光荣地来临 他的第二次光荣地来临时 将是我们获得 我们日夜期待的恩许 这段时期也强调 将领期的末世的特色 促使我们期待基督 在世界末日时光荣再来 完成天主拯救人类的工程 所以在这一段等待的时期 我们该怀着信德的喜悦 是以希望敬主爱人 为天国的来临 醒悟祈祷 进行准备 踏实的建树社会 为救助耶稣基督 而来的时候进行的公审判 做好准备 这就是从现在到 十二月十六日 这一段时期的精神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 十二月十七日到十二月二十四日 这是在纪念耶稣基督 第一次诞生 那么基督第一次来临时 取尊救悲降生成人 完成了天主所预定的计划 并为我们开辟了永生的途径 那么我们预备 庆祝救助降生的这个纪念 这纪念并不是周而复时的 主观的怀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而是客观的和具体的 在此时此地 这些圣言和圣事 重新体验耶稣基督降生 救赎我们的这个事实 就是救恩事件 透过礼重演在我们身上 特别在今天的福音中 提醒我们要醒悟 救助在怒恶的时候怎么样 仁慈来临的时候也将是怎样 所以在福音中 耶稣引用了怒恶 我们知道 怒恶是旧业当中的一个义人 而且天主招选了他 天主招选他 让他来造一个方舟 当时并不是在海边来造方舟 而是在山顶上来造方舟 当时在社会上 已经充满着罪恶 天主决意要惩罚这个人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挪恶的时代 我们看一看天主做了什么 天主的拣选 天主的指示和天主的拯救 天主的拣选是非常的明确 就是怒恶一家 那么天主的指示就是 天主指示怒恶去造方舟 而且是进入方舟 这个非常的清晰 那么第三点就是天主的这个拯救 天主的拯救呢 是独一无二的拯救 方舟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拯救的这个办法呀 那么呢 方舟之内的或者拯救方舟之外的都被淹死 还有是这个方舟内外有别的 就是说啊 唯独进入方舟之内的这些动物啊 人啊 这些可以生存 而方舟之外的全都被消灭 这就是天主给挪恶时代所做的事情 那么诺恶自己做了什么呢 他只做一件事 就是建造方舟啊 那么诺恶的方舟 那是造一个孟舟吗 其实他更是建造一个信德之舟啊 因为他怀着信德去造这个方舟 这个方舟呢是造在山上 当时的人都不理解呀 造这么大一个大船 你不是在海边造 而是在山上造 别人都会讥笑他 耻笑他 但是诺恶呢 就怀着信德建造这个方舟 而且按照的信德 精心的来建造这个方舟 凭着信德专注的来造这个方舟 而且凭着信德横行的来建造这个方舟啊 那么针对今天的情况 针对今天的世界 针对耶稣基督的警醒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每一位教友啊 我们要警醒 如同诺恶时代的人们一样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要来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湮灭 但是呢 只有诺恶一家怀着信德来造方舟的 他才获得了拯救啊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也要建造我们的方舟 就是建造我们的信德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信耶稣 这是一回事 那么呢 把耶稣当作方舟一样的来信 这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人都说我信耶稣 但是你信的这耶稣呢 你是不是信的耶稣 是不是像方舟一样的耶稣 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拯救 因为圣经上说啊 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是我们可来得救的 除他以外 别无救援 就是他如同那个救援当中 那个方舟一样 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啊 唯一的救援啊 而且还是内外有别的拯救啊 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内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拯救 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之外 那将会被灭吧 其实很多的时候 今天的我们 我们把天主的救恩 讲得普遍化 认为天主的救恩 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 其实我们看一看 若网福音当中所讲的 我们就清楚明白了 若网总统说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知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你看这句话多么重要 使凡信他的人不知丧亡 若网总统没有说 使所有的人不知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没有 而只是是那些信他的人 就是那些进入方舟的人 可以得救 方舟之外的就不能得救 就是信耶稣的人 在耶稣之内的可以得救 在耶稣之外的就不能得救 所以耶稣基督来 严格意义上讲 并不是拯救所有的人 不是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若网总统说 是凡信的人或者永生 如果你不信他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拯救 这个地狱并不是天主 拿来吓唬我们的武器 告诉这个地狱 说你信不信我 不信我就让你吓地狱 这样吓唬我们的武器 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地狱 是真正是存在的一个状态 因此我们 所谓信耶稣跟不信的人 区别有如此之大 这就是若网总统告诉我们的 是凡信的人或者永生 因此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 当作是唯一的方舟 只有进入他内 他能够活得拯救的 所以你看 保罗总统在罗马书上也说 这正义是源于信德 而又归于信德 开始于信也归于信 所以你看信德对我们 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警醒醒悟准备好 这个并不是准备好 我们的肉身 准备好我们的财富 或者准备好 我们健康的身体 而是准备好我们 有一颗信德的灵魂 信德的心 如果没有信德 那么世界一切 谁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 因为救恩来自于基督 同时我们怎么样建造 这个信德的方舟 信信的方舟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把耶稣基督 当作类似超越旧业当中 那个方舟 唯一的拯救一样 来信靠他 投靠他 我们必须要突破的是 行为主义 我们必须要突破的是 道德主义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 我们也听说这样说 好人有好报 坏人恶人有恶报 其实来讲的话 这个放在人间是对的 但是放在天国的角度 就不是这样子了 是不是我们有好行为 就可以得救 你听清楚我分析的 是不是我们有好行为 就可以得救 如果有好行为 就可以得救的话 那法利塞人早就进天国了 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人认为 法利塞人是坏人 其实你不要忘了 法利塞人是严格的 遵守天主诫命的人 他们是敬畏天主的人 但为什么耶稣来了 骂他们 获得经受法利塞人呢 为什么他们那么样的 遵守天主的诫命 这个法利塞人不是恶人 不是坏人 他们不是威非所在的人啊 但是耶稣为什么骂他们 你们这些恶人 恶仆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 他们的行为是很不错的 如果按行为主义来讲 他们一个最先进天国的 真的 但是 为什么耶稣却不喜欢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啊 所以 我们的信德 并不是 让自己有好行为的人进入天国 而是要有坚强信德的人 才能进天国 你看耶稣基督 医治一个病人的时候 没有说 你之前做的还不错 你以前的时候 你有好行为 让你好来吧 没有这样 耶稣说 你的信德救了你 你看在圣经上 多次福音当中就是说 耶稣治好那个麻风病人 说你的信德救了你 耶稣跟那个外邦 也说你的信德真大 很多次都是信德 信德信德呀 耶稣几乎没有一次提到说 你的行为救了你 没有 因为他知道 我们都是有罪 有限 有死的人 我们不可能凭我们的行为 忠于天主 而是凭我们的信德呀 那么你说 行为不重要吗 行为重要 什么样的行为才重要 那是制凭行为 没有信德 没法得救 有了信德之后的 好行为 这才是天主所喜悦的 天主喜欢不喜欢好行为 喜欢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 信德的好行为 才能使你获得救安 所以你看 真要论行为来讲 你看这个诱导 有什么好行为 一辈子是个政治犯 一辈子做坏事 但是呢 最后为什么进入乐园 就是相信耶稣 我说 当你在乐园里 主啊 请你纪念我 耶稣就说 今晚你跟我一同在乐园里 是因为他的行为吗 是因为他的信德呀 因此来讲的话 我们教会所强调的是 有信德的好行为 这才是忠于天主的 这才是我们准备好 我们的灵魂的 因此来讲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教友 我们要醒悟的 这个意思就是 让我们要有信德 耶稣应该感叹的时候 他感叹什么呀 他说 人子在来临的时候 能在世上找到 这样的信德吗 他的感叹感叹信德 他没有说 人子第二次光荣来临的时候 能在世上找到 好行为的人吗 没有这样说 而是说能找到信德吗 你看 他这个讲道的开始 以及讲道的落脚底 对于我们的期望 对于我们的盼望 都是信德 信德 信德 因此啊 我们这个警醒 不是不睡觉 警醒是让我们有信德 圣经上也提到 那个是个同意的比喻啊 五个是糊涂的 五个是聪明的 教会的解释告诉我们 聪明的又带了油 就是指 那个有信德的人啊 那个油就代表着信德呀 所以 我们的将领期当中 这段时期是让我们 期待着耶稣基督 第二次光荣再来的时候 很多的教友们 如同外教人似的 一提到说 世界要终结的时候 感觉到惊慌害怕 其实啊 我们每次在弥撒中 我们都在宣告说 基督 我们期待着你光荣的来临啊 神父说信德的奥基 我们说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你每次弥撒都在宣告说 我们期待耶稣基督 第二次光荣来临 为什么你还害怕 其实来讲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是在期待着耶稣基督 第二次光荣来临 当我们有信德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第二次光荣来临的时候 我们将跟他一同进入天国 进入永恒之中 我们是喜乐的 我们是高兴的 针对没有信德的人 才是害怕的 因此啊 我们要用信德来让我们的灵魂醒过来 让我们用信德 使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灵魂 随时等待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光荣的来临 阿们 我姓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姓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彼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很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姓圣神 他是主即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奉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姓唯一至圣至公 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子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获得救恩 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圣教会祈祷 求主引导教会 使教会内的子女 都能在此将您妻内 妥善准备自己 以迎接救主耶稣的来临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所有基督徒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宠 使我们散度将您妻 艰辛定制 度一个真正基督信徒的生活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那些冷淡的教友祈祷 求主重拦他们信仰的热火 使他们重新回到教会的大家庭中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尚未认识主的人祈祷 求主关照所有的人 使他们早日认识基督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抚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葡萄树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力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善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恩赐我们的 求你接受我们现在 所奉上的礼品 并使我们现实对你的虔诚 赢得你使我们永远获救的保证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都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基督第一次来临时 取尊就被降生成人 完成了你预定的计划 并为我们开辟了 永生的途径 他的第二次光荣的来临时 将使我们获得 我们日夜期待的恩许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下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显测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丹寿赞美 欢呼之声显测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 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已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 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吻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 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去完善 求你也垂念 怀着复活的 希望而安息的 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益 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你说 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献养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 充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即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免是罪者 蒙昭来夫 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上主必会赐下甘露 我们的土地 必会分手 我们的灵魂就会 我们的灵魂就会 響鐘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使我们参与今天的圣宴而获得力量 求你祝有我们能在城市短暂的旅途中一心仰慕天主 追求永恒的财富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